蹦蹦的呢 主持人 而且正好這女生唱的正好是西調 蠻厲害的 這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而且這公式都是拉米發抖發售 一種很好的方法 把我唱得到接下來 下雨 花在青唐 盼難無情郎 想到淚彎彎 十了紅色沙龍白的衣裳 才看到愛姑娘 這個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 有一個這個 他為什麼後來到副歌的時候 就手忙腳亂的 他用的是那種 因為我現在這個速度 其實是屬於 就是 就是比較慢的那種拍子 你不能用快的 就是 對 你不能用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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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快的 你不能用快的 你知道從這邊開始 他用147那個點 可是不適合 這個不適合 想到淚彎彎 他會覺得 怎麼彈都好像不太 對不上去 好啦 我再講一下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啊 就是我最近才開始 幾篇 最近幾篇來 我常常 我常常用到這 因為怎麼樣 這個 有一個同學叫做 謝謝你啊 這個 這個同學 其實他的基本功彈得很好 不是基本 他的那個基本功不錯 那個程度很好就對了 然後他 因為我現在鼓勵同學寫譜 所以我也順便跟同學講一下 你們也可以嘗試 像那個小龍啊這些對不對 小龍是有這個必要寫譜 假如說像你 你如果對一首歌有興趣 對不對 或者你太太要喜歡唱什麼歌 那你們有興趣 你也有興趣 然後你就把它譜找來 自己寫 然後寫寫 然後自己把它和弦填上去寫 填和弦啊 填不好都沒關係 你把它那個上課的時候丟給我這樣 然後我們在上課的時候順便 順便教你一下 你會越寫越好 你看我 我看幾個同學啊 有什麼 有一個香港的那個也是 他彈琴 他彈琴的時間很短 但是他就很喜歡寫譜 他什麼歌都弄一弄 我開始的時候當然亂寫一通 那個觀念都沒有 可是丟上來之後 慢慢慢慢的修正 就等於 那他就越來越厲害了 我發現寫 只要你肯寫譜的人 只要走這方面 你會進步很多 就好比那個教授 只要有寫他一定進步 而且他進步的速度 絕對比你彈琴還快 因為彈琴是比較慢的 你觀是一個 比如說 觀是這個 一個基本動作 你就要練很久 這是我一直把它比喻成 這個是舞的 還穩的 記住寫譜是穩的 記住一定要 任何歌你要練的時候 你自己要嘗試寫一下 寫一下子 然後留個底在那邊 就好比這個 現在就是這個 南海姑娘 我特地把它找出來 這個 他本來是 他也是寫個南海姑娘給我 這樣 結果 因為他那個小節沒有對好 就是寫 就是你要寫才知道 小節對不上去 你說什麼點啊 你那個點等一下我會講 就是那個walking的時候 用那個慢拍的 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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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這種 等一下我再講 你現在看 這是他寫的 這是他 不是 這是我上 我幫他改一下 上課的時候 臨時 再講 臨時寫 跟他講一下 當然是 這個比較匆忙一點 對不對 我看一下旋轉 旋轉一下 這個是臨時 上課的時候 他因為他那個小那個時候 音小節線沒有對上去 你這樣 你這個小節線對沒有對上去啊 你自己就是寫完之後 你馬上體會很深 後來我就上課 這個小節 他可能中間那個小節分錯線的 懂不懂 然後我臨時就是跟他講 那你我臨時填的時候是 我填的是這個 我填的是這個 然後到副歌的時候 都發發抖 都手手抖 你知道 結果呢 結果他 這他回家也整理一下 然後他另外再寫 他自己 自己再整理一下 你知道 我今天特別這個 告訴 跟那個 再 這個是另外的 這很重要 我一直強調這個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觀念 他 然後他自己寫的 這是他自己寫的 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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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於說是不完全小節 把他拉到第一排 這個等於說第一個小節出來 真正就第一小節 是從什麼 發發抖抖 手手抖抖 哎呀太棒了 他這樣寫的話 等於說這一小節的 前面手抖 手抖 手抖 他把它等於說第八小節 一樣的 那這樣重點是什麼呢 那小節你看分出來呢 發發抖抖 手手抖抖 然後他把它分出來 A A B A 實際上 因為當然是他的程度很好 在這個 就這方面他的觀念還不錯呢 那很多同學 因為他 你必須要寫 你才會體會出來的 然後副歌也是發發抖抖 手手抖抖 你看和弦整個進行的話 就是發發抖抖 手手抖抖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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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記呢 重點是那個和弦寫出來的時候 又好聽又好記 好記是重點之一呢 你看後來我如果我開始寫給他的時候啊 是這個呢 這個的話就很難記了 非常難記 那他寫的就很棒 所以我就寫這個 這個必須同學回去體會一下 你自己寫呢 你自己回家 比如說你對這首歌有興趣 尤其是小龍這種 他應該更加用花點心神在這上面 比如說像 你像鳥呢 你就南海姑娘 這個 你 假如你找你老婆唱 對不對 你就幫他伴奏 那你在伴奏以前呢 你自己要整理一下 把他譜整理一下 這樣子 那你 你最好下載之後對不對 用這個 用他這個 發發抖抖 手手抖抖 很容易記啊 那那個現在回過頭來對不對 回答這個蹦的問題對不對 蹦的話就是說 你看蹦是硬套上去的 就是 我相信他彈的時候對不對 他並沒有仔細研究一下 發和弦 發抖手抖 塞著雲頭靠 看見金色的沙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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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副歌用一 他一是七的点 这样就不行 所以堆不上去 好了 回答一下 就是实际上因为这个速度不快 只要西部的拍子 西部的拍子 你要到副歌走walking的时候 当时唱片是没有 我们练习的时候 因为只有一台琴 所以你用walking会比较热闹 你要用这种拍子 你要用这种拍子 所以我不是讲过 就是walking的时候有两种 速度慢的时候 然后你速度快的时候 速度快的时候才用这个 你不是 你知道这种速度 就显得很松散 懂不懂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 我今天讲完以后 当然是 他因为他有练嘛 所以他 他会感觉特别深 如果说你同学都没练 我跟我讲了半天 你讲了你也没有用 你当耳边风听过就算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呢 所以还有就是和弦啊 那个比如他是到了副歌的时候 他是硬套上去的 发抖resor 就完全你会发现 根本好像好像不对 虽然和弦用的 副歌用的 和弦用的很漂亮 这发抖resor 但是跟歌曲啊 对不上去 其实他只有副歌很简单的 发抖手抖 所以一首歌你要 你要写谱之后 你就知道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个 像蹦对不对 他真的很用功 他是东 东练一点西练 他练的东西很多呢 看我在弹 他噼里啪啦也很快练了 但是练的时候啊 你不能只看到那个表面啊 你要看那个 要观世一首歌 你要很深入的去 你看像他副歌的时候 副歌是发发抖抖 收收抖抖 也绝对不是发发抖抖 这个re 你看到了re的时候 发抖resor嘛 对不对 re的时候你看 你这个和弦 为什么绝对不对呢 你旋律是c啊 结果你用re和弦 根本就对不上去 然后这边也是收也是对不上 re的时候发抖resor 你用公司对不对 公司当然是很好 你弹公司的时候 你公司用上去 你还填一下 你看看你这个值得 有没有对上去 所以你要弹这个啊 你自己要做点功课 现在要先写功课 把它写好 然后再去弹 任何一首歌 任何练这首歌都是这样的 好吧 那我现在 我也来唱一下好了 因为唱一下歌会比较愉快一点 就是时间也过得比较那个 否则一直在那边讲 对不对 这个也是 我看一下 那我今天这个谱对不对 你这个很好的教材 这个又简单又那个 那我用C调 C调 但是事实上呢 这种 这种你们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练一下就可以做到 但是重点就在集 那个副歌的时候就困难了 就是集心了 那你们通常基本上 你集不出来的话就 就把旋律弹出来这样子 这样就练一下旋律 那这个也是要 我前奏的时候也是 完全是没有底稿的 完完全全 就是凭你的功力 所以看一个琴师 就是看它的功力 前奏 建奏 这样子 那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要平常练习 讲也没有用了 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这样 那建奏的话 通常就是所谓集心 那集心的话就是 不是我讲过吗 最高境界 那每个人的话就是 所以你看一个 琴师的能力 你看他集心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的功力怎么样 那你 我 你像 像有的时候我在想 像我最近不是常常 我找你们 教你们弹那个什么 Altern Leaf 对不对 这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你可以上YouTube上面 去看一下 你输进去 同学应该用 常常用到YouTube YouTube等于说 现在是搜寻引擎的 里面最那个 等于是它 它是影像方面的搜寻引擎 那那个Google本身的话是 什么都有 就是文字什么都可以搜寻 可是影像影音方面的话 是Google 那个YouTube YouTube本身 现在就变成搜寻引擎 这样子 那你就在YouTube上面输进去 比如说我对这个 我想看一下一般人啊 就是Altern Leaf 你知道你又输进去 Altern Leaf 那然后就提醒了 甚至于后面 后面也可以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弹奏一下 你就可以输进去 就跑出来一大堆的 有那个 很多老师啊 就是在用这首歌 什么Altern Leaf 会讲一大堆就对 每一个 其实十个里面啊 十个里面 九个大家都会讲一大堆道理出来 他就弹一小段 然后开始讲了半死 那些都不叫极星 那些的话 等于说是 他等于说那一段 他练过呢 挑一段 而且固定的调 挑一下呢 他就拼命练 练完之后就开始 就开始用讲课 就开始讲了 可是你真正叫他弹的时候 线上就这样 噼里啪啦弹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找不到 几乎找不到的 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 那当然是你 你也不是自吹的 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很 确实 讲了半天 功力就看得出来 这样子 好了 我现在也是一样 这首歌对不对 前奏也是一样 就是 但是怎么前奏 就是你要弹的时候 你心中是有和弦在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弹的前奏对不对 就是发抖手抖 就是这首歌的和弦进去 发抖手抖 对不对 你就和弦 然后建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和弦在带着你 这样子 也正跳动阴朗 西洋涩云头看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独作一位美丽的姑娘 眼睛夕阳灿烂 美是心愿弯弯 穿着一件红色的沙龙 红得像她嘴上的冰冷 她在清堂 她在清堂 贪婪无情郎 想到泪弯弯 是两红色沙龙白的衣裳 哎呀男孩姑娘 这首歌的沙龙白的衣裳 何必太过悲伤 年纪轻轻只十六八 好梦失去有心的作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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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结尾的时候也是平常你练习的时候 你那个脑袋挂的要想一想 突然要叫 有时候叫 你不熟的话 你根本叫不出来的 那我刚刚也是一样 平常我结尾也没有这样的 那有的时候 你就本来是 好像就拖一拍或什么 就拖一个小点 那你马上补回来 那这些都是看你临时 这个 灵机应变就对了 你要熟练 你不熟练的话 你一提醒就完蛋了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 我常常 我喜欢看这个 上去看一下 任何一首 越简单的歌 你看它情势 提醒就知道 几乎很少 很少看到 虽然这个 可以讲出一大堆道理 可是讲了完整 你叫它这样 现场 这首歌好 你来弹一遍 马上就 不要讲一大堆 你就是弹一下 就知道 所以你们也是 可以考验自己一下 一首歌 就好比结尾好了 结尾刚刚不是 比如说 这蛮多的 就是很多 很多东西 就是所谓 小小的Riff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 蓝调里面 蓝调钢琴里面 你说这些 那有的时候 人家弹 低低 人家弹 用九度也蛮好的 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蓝调里面的东西 所以蓝调 有的时候 我现在在教 千万不要以为 是很快就 就是有些同学 上了蓝调课 就希望很快 很快就好像 能够有所东西 它就是一段一段 你把它结下来 然后你结下来之后 就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用的时候 你要能够用得上来 那从这边 到那个用得上来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要谈得很熟练 你不能停下来 在那边想 想了半天 就到时候 像我最近 就是大概 六月份 我要准备交一个 也是很漂亮 你看 你看 你不能停下来 你不停下来